哈囉 哈囉 所有線上的同學們 大家好 我是黃媽 歡迎大家呢 來參加 酷佩在家練習 第一期的年菜活動喔 那今天所教大家的課程呢 在課程結束後呢 希望各位同學呢 能趕快跟著一起做 做完之後呢 就把你的作品 上傳到我們的活動 那呢 在活動的當中呢 你可以加入我們的社團裡面 那在社團裡面有任何的問題 我們都可以在上面做一個互動喔 等一下呢 老師會教大家做一道年菜料理 這一道年菜料理呢 非常的家常 非常的好吃 那呢 怎麼樣可以讓這樣的東西呢 再成為一個年菜的大菜裡面 那擺盤 我覺得呢 所有的食物色香味俱全 我們說色香味俱全 所有的色呢 就是第一眼看到食物的感受 所以這個色呢 跟我們的擺盤 整個顏色的搭配呢 都也有關係 那 先蝦粉絲堡 聽到呢 這樣的一個食材呢 就知道 我們基本的食材一定有蝦子 有我們的粉絲 好 然後呢 我們利用粉絲吸水的特性呢 把所有的高湯呢 吸到我們的那個食材裡面 增加口感與香氣 那我今天要告訴大家 怎麼從切菜開始 好 所有的食材呢 由我們的蝦子 來 來 這是我的蝦子 那我今天選的蝦子呢 我選的比較大隻 因為呢 既然是做年菜料理呢 我們就要讓它大氣一點 所以呢 蝦子大隻一點呢 等一下擺盤起來的感受呢 是非常漂亮不一樣的喔 那這個蝦子呢 我在剛剛呢 要上課之前 我稍微有用熱水燙過 那等一下會告訴同學 為什麼要這樣的動作 那我把它燙了幾分手 那剩下的那些湯汁 我可以做什麼用喔 接下來呢 我呢 準備了粉絲 也就是我們的冬粉 那一般冬粉呢 我覺得啦 大概兩把至三把就夠了 兩把至三把 因為呢 我們的冬粉會吸水 會吸水 所以呢 它會有一個膨脹的作用喔 好 那 食材很簡單 我們的辛香料 就是我們的 蔥 薑 還有 蒜 蒜頭已經剝好了 那最後呢 我會利用我們的香菜 來做一個點綴 好 那 首先呢 我們要把所有的這些辛香料 切成末 那大概要有多少的量喔 就是 一匙 一匙 一叉匙 我希望它的味道呢 這些辛香料的味道 多一點 重一點呢 更提味的話 我就分量可以多一點 那我們先把 薑切片 拿起我們的刀子 記得你的手 一定是要怎麼樣 手要彎起來的喔 手要彎起來的喔 很多人在切菜是這樣切的 好 這樣子切很容易呢 去切到你看 如果 如果 你的手是放這樣 再切菜 這樣再切菜 你很容易去切到你的手指 那我們是利用我們的手指呢 彎起來 用我們的關節來做一個界線 手關節 然後呢 我的手的 我的刀子的刀背 套進我的手關節 這樣下去切 我們把它切片 那切片呢 要切多厚呢 其實你切越厚的 切越薄的話呢 你會越好切成末 好 來 大概呢 就是這樣的薄度 大概是這樣的薄度 那我來利用呢 切片的方式 我要把它切成絲 等一下 這裡有一個口訣喔 就是 先 條 然後 片 絲 末 懂了齁 那我在切絲的時候 我是用 重疊的方式 把我的薑片 是放重疊的方式 我來把它切成絲 而不是堆疊 這樣叫做堆疊 一個踏平 整個呢 疊在一起 這個叫堆疊 那呢 我用重疊的方式 他們呢 就是大概在三分之一 跟三分之一 重疊就可以了齁 重疊的方式 這樣 把它片起來 我來切成絲 好 切成絲喔 這樣呢 你會比較好切 如果你用重疊的 用 就是堆疊的方式呢 你會不好切 因為太厚了 然後呢 你會容易去切到手 或者呢 你也能 展控到它切絲的一個狀態 好 我現在切絲之後呢 我再把它換個方向 我要把它切成絲 那你們看老師在切的時候 我的手 手 握在這一個刀柄的位置 刀柄的位置 那你們看喔 我是這個唯一一個頂點 這裡我可能就是不動 我動的力道是在我的後半部 是在刀子的後半部 好 這樣子切 那切的時候它會散開嘛 那我們再收 那你刀子呢 刀背上面殘留的也香 可以把它弄下來 好 這樣很快呢 就可以把薑切成末 這樣很快就可以把薑切成末 我們放到旁邊準備 好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蒜頭呢 那蒜頭我們要剝皮對不對 很多人呢 可以用一個方式 就是前面呢 前後切一刀 然後把皮剝起來 那呢 像方方老師的話 我可能會把它放在塑膠袋裡 有一種方式 就是連皮 就是整顆的蒜頭 放在塑膠袋裡 我用拍的方式 就可以把它拍扁 拍扁之下 我同時又可以脫殼 非常的方便 那呢 這個我是買 已經脫皮 它已經剝皮剝好的 好 先把這裡擦一下 來 我把蒜頭放著 我們要把它用壓扁的方式 不是拍扁 壓扁 壓扁的方式呢 蒜頭才不會飛掉 很多人這樣 這樣子在用蒜頭 它很快就會飛到旁邊去 我把它固定一個點 手 用手掌的力道 壓下去 身體的力量壓下去 它就扁掉了 它扁掉了 再一次 這樣 它就扁掉了 那呢 你就可以開始切成功 好 用剛剛的方式 一樣 你不想要它呢 到處亂飛 那有時候我們在切菜的時候 好像又有一點聲音感覺 比較厲害 對啊 就是 噢好像很厲害的感覺 其實呢 切碗的菜都已經到處沒了 其實做菜真的沒有那麼困難 就是常常練習 熟人生巧 好 我把我的蒜頭放在這邊 再擦一下 那如果在家裡的話呢 在家裡我們離那個 水龍頭啊 琉璃塔很近 就可以馬上呢 就是把它沖洗一下 那沒有沖洗其實沒有關係 因為它吸香料 本來就是要在一起爆香的 它的味道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 好 接下來呢 我要切我的 蔥末 那洗蔥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前面這個階段 就是它的 根的部分 很容易會有沙子 所以這個部分要洗得特別乾淨 那我習慣 我的習慣就是把蔥 原本是一隻的蔥 我會把它對切成兩半 蔥白跟蔥青的部分分開 之後我再一起切 切成末 那今天要準備多少數量呢 其實在蔥末的部分啊 它跟薑跟蒜差不多齁 都是一長期左右就可以了 因為呢這個我最後要做一個點綴用 好一樣我把它放到旁邊 所以你看喔 剛剛這樣子一顆的蒜頭呢 其實就大概夠了 如果以我們今天食材的份量 一顆的蒜頭大概就夠了 或者你想要它的味道更重的話 你就是使用到兩顆的蒜頭 好 把這裡稍微切一下 之後呢我要準備鍋子 調味料也非常的簡單喔 就是我們的蠔油 醬油 那黑醋可放可不放齁 喜歡醋酸味的人呢 可以放一些黑醋 那不喜歡的人 可以不放沒關係齁 然後酒 我們把它放在旁邊去 知道你們看得懂了齁 不要問我要買哪一個牌子 你自己喜歡就好了齁 那我個人的習慣就是用薄鹽的 用薄鹽的醬油 因為薄鹽醬油呢 它的鹹度呢 比較輕 才不會呢 有時候失手的時候呢 一下子就太鹹了 那冬粉呢 我剛剛呢用水稍微沖洗過 我沒有浸泡 為什麼我不浸泡 冬粉呢它經過浸泡之後它會吸水 那呢就會把水吸進去 因為本來是硬的 那經過吸水的一個動作之後 它的冬粉呢就會變軟 會發的感覺齁 那我希望等一下我的冬粉的味道呢 是非常的有味道的 我就直接利用這樣的特性呢 用冬粉來吸我的等一下的湯汁 直接吸湯汁 那最大的做這一道料理呢 可以有兩個方式 第一個方式就是我利用 我利用生的蝦子 然後呢起油鍋 起油鍋先把蝦子呢 稍微煸過 利用呢 蝦子煸過的一個特性呢 蝦子那個油就變成蝦油 油裡面含有蝦的一個香氣成分在齁 那它會增加我們等一下 湯底的一個香度 那我今天用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用稍微汆燙的方式 我用呢熱水 稍微呢 把我的蝦子燙到呢 它的殼 它的殼紅了就可以撈起來了 殼紅了就撈起來了 然後稍微在旁邊等待一下 利用燙我們蝦子的水 或者呢還有一個方式 因為我們今天要求的是 整個視覺上的感受 不然呢我們可以 平常買蝦子回去的時候 可以把蝦殼剝掉 蝦殼剝掉 直接用蝦殼下去熬湯 那也是一種高湯 那我今天就是直接用 燙蝦子的水來當一個高湯 因為蝦子所有的味道啊 都在這個高湯裡面了 好我大概起油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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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媽呀 嚇死你 還好這段要剪掉記得 還好這段要剪掉記得 哈哈哈哈 好 我大概是兩茶匙的油 兩茶匙的油 那呢我先把新香料的部分先炒香 好 先讓我的油呢 油溫先上來 油溫上來之後 就要轉小火 油溫上來之後轉小火 你不要油溫上來 你還是火那麼大 然後就把新香料放下去 馬上你的這些新香料 一定都是超回答的 就是會焦掉 那焦掉就會有苦味了喔 好 小火下去煸去炒 把新香料的香氣炒出來 小火炒不要急 把蒜跟薑的香氣炒出來 然後你要注意火喔 不能大火喔 大火都會焦掉喔 焦掉會火 這個時候呢 其實這個時候 正常花媽在煮的話 我會加醬油槍鍋 那因為如果今天我們有很多 新手的媽媽 或我朋友的話 我這個時候會建議 用一點水 一點高湯 直接用高湯 因為呢我怕你 會有焦掉的狀態 所以我用這樣的方式教你 你的成功率 所以絕對是百分之半 好我用一點點的水下去之後呢 我再來用我的醬油 調味料下去一起翻炒 好 槍鍋 蠔油 所有食材的份量呢 我們到時候都會公佈在我們的網頁裡面 其實大概就是都一筆一 一筆一筆一筆 好 那這個時候我把高湯倒進來 轉大火了 這個時候你就要轉大火 讓我們的高湯呢 滾 讓高湯煮滾 高湯煮滾之後呢 等一下呢 就可以把粉絲放下去 我加了一點點的鹽巴 因為有些人喜歡吃這種口味 那其實呢 這個高湯呢 你鹹一點點沒有關係 因為我的冬粉下去呢 它會吸濕它的味道 如果喜歡吃辣的呢 喜歡吃辣的 你可以加一些辣 如果是我 我一定加 那我今天要做的是 要給家人吃的 所以呢 我們就以不加辣為主 那你喜歡吃辣 你就撐起來之後再加 好 看我們的 我們的湯 高湯已經慢慢煮滾了 好 我把我的 撕 放下來 好 放下來 蓋上鍋蓋 蓋上鍋蓋它再滾會更快 因為我們沒有讓熱氣出去 然後整個熱氣是在裡面對流的狀態 所以它的受熱也會更均勻 等一下很快喔 在快要起鍋的時候 我們才把蝦子放下去 因為呢 剛剛蝦子我已經有機會 穿燙的一個動作了 那穿燙的這個動作呢 它大概已經接近七分熟了 六七分熟 如果 如果你又太早放下去的話 這樣子呢 整個蝦子的肉質感覺 煮出來就會太過於柴 吃起來熟熟 所以呢 我們希望蝦子吃起來呢 是鮮 然後是嫩 然後呢 是有口感 可是這個口感不是色 而是會彈的 人家說Q彈 蝦子吃起來是會Q彈的喔 你看整個蒸氣 整個蒸氣出來了 裡面是滾的狀態 滾的狀態 其實這一道料理還蠻快速的 這個時候呢 我才把蔥放下去 我會加一點點蔥 那也會留下一點點的蔥喔 因為等一下在最後的時候 我要做一點點的裝飾 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把蝦子放進來 真的太大氣了 這麼多蝦子 這一盤去外面吃可能要 一千塊要喔 那個蝦子的品種是非常好的喔 過年嘛 就是大家要吃好一點 好 注意看我的動作 光滑 蝦子下去的時候 我光滑了 鍋再蓋起來 我利用熱氣 利用食材的余熱 下去催熟我的食物 這樣煮出來的食物呢 絕對口感不會過彩 而且這樣的方式很捨瓦斯喔 我大概等個 三十秒左右 三十秒左右至一分鐘都沒有關係 三十秒至一分鐘的時間 讓它稍微吸汁一下 好現在呢 我要起鍋了對不對 起鍋的時候呢 我會先把蝦子的部分夾起來 因為我要讓整個擺盤是漂亮的 整個擺盤是漂亮的 然後呢 是有黏菜的感覺 那也可以依美給你的喜愛呢 去做不同的擺盤方式 就依你的那個餐具來做決定 那今天呢 因為我們的食材夠多 媽媽可以做兩種樣式 來做一個變化 如果你喜歡喝湯的話 你的高湯就可以準備多一點 因為我們的冬粉喔 你不要看它這樣子喔 它現在在鍋內呢 雖然還有湯汁 可是呢 再經過等一下再經過時間呢 等待的時候呢 那個湯呢 慢慢地分配 我們的冬粉吸進去 我來換一個冬菊 其實如果有一點點深度的盤子 排起來會很漂亮 我直接弄水 會燙 會燙 同學 不要學我會燙 在家裡喔 做餐就是這樣 我都很隨興 我們做兩種不同的擺飾 那一樣就是繞圈的方式 一樣用繞圈的方式 因為過年嘛 就是要團團圓圓 一樣繞圈的方式 那呢 我會撒上一些 最後呢 用一些香菜來點綜 那如果你想要更漂亮呢 更有一些亮度的話 你可以淋上一些些的香油 你就可以在最後淋上一些些的香油 或者呢 我再利用一點點的高湯 把它繞一下 這樣是一個方式齁 這樣是一個方式齁 這樣是一個方式 那呢 我現在換另外一個方式齁 就是我利用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管 比較有深度的 那我呢 我希望有喝到湯的感覺 好 這樣子呢 它是有喝到湯的感覺 比較濕潤一點 一樣我們用繞圈的方式來擺盤 一樣用繞圈的方式來擺盤 同一個方向 看你是要順時針 逆時針 同一個方向 下去把所有的蝦仁呢 繞個圈圈 好 最後呢 撒上一些 蔥絲 讓我們看看 現在我們看到 有多蔥 這是什麼 來 我在利用呢 我的 蔥絲 擺中間 這樣子兩種不同的感覺 你可以去決定 你今天的年菜呢 你想要呈現什麼樣的狀態 好 依你個人的喜好 那我們旁邊呢 把它稍微 擦一下 擦乾淨了 好 擦乾淨 好 好 那呢 這就是我們今天教的 鮮蝦粉絲堡 簡不簡單 真的非常的簡單 好 那你喜歡什麼樣的蝦仁的品種 都沒有關係 那就是 重點就是 花媽建議你選擇 大一點的蝦仁 大一點的蝦子 選擇大隻一點的蝦子 感覺呢 會比較 比較喜氣 然後擺盤起來也會比較大氣一點 那看你是要擺平盤 還是要擺深一點的 鍋具 鍋盤 都可以 那兩種不同的感受 你可以自己去選擇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鮮蝦粉絲堡 記得 等一下呢 下課之後呢 趕快把筆記做起來 今天用了哪些食材 然後哪些該注意的地方 明天你就可以把這些 所有的食材買回家 自己再做一次 做完之後 把你的成品呢 放上我們的活動網頁 或放在我們的社團裡面 有任何的問題 我們都可以做一個 互相交流與研究 那祝福你喔 做菜的工夫 越來越厲害 今天我們的鮮蝦粉絲堡 就到這裡囉 拜拜